但是也是离了婚 最近却爆发了喝花酒的风波 这是小小兵出席了公益活动 爸爸小冰冰很难得 第一次缺席了 没有陪在儿子身边 那到底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想到 就是因为小冰冰之前传出 到酒店喝花酒乱花儿子的钱 备受关注 所以在昨天经纪人也跳出来澄清说 是小冰冰遭到朋友的设计 其实温兆宇工作街通告 每个月最少收入也有十万块钱 绝对没有花到儿子的钱 那么现场呢 小小兵身为儿子嘛 也是同缘同缘的 赶快来替爸爸做解释 说啊这个爸爸没有一起来工作 是要在家里面帮忙照顾弟弟啦 穿着一身休闲 小小兵向街头民众募款做公益 笑容很少似乎不太开心 总是陪在他身边的父亲温兆宇 这一次却不见人影 为什么这样说 他就是没有喝酒啊 所以爸爸跟你讲究竟是吗 其实他真的是没有喝酒 只有经纪人陪同爸爸温兆宇缺席儿子的工作 全都是因为不久前遭人爆料 看到温兆宇到台北知名的酒店饮酒作乐 却没批评六岁的儿子辛苦工作 爸爸却乱花钱 温兆宇没现身说明 只透过经纪人澄清自己也有工作 再加上通告月收入最高可以赚进十万元 绝对没花儿子一毛钱 我研判应该有被他朋友害到 因为有一点点设计的感觉 不是被订出啦 是他要陪弟弟啦 志气的话语流漏保护爸爸心情 不止如此礼拜日就是母亲节 小小兵更是透露已经准备好礼物 母亲节卡片还有书啊 人气爆猴的小小兵父子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中心新闻林东明潘兆文台北报导 给身份冷อน安静 大邦兆